蝴蝶效应 一只蝴蝶在巴西轻轻扇弄翅膀 可以导致一个月之后德克萨斯州一场龙卷风的发生 这个视频将告诉你本世纪最大的蝴蝶效应 一个小小的英国流氓如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十年之前 一个英国的毛嘴因为它不减点的烟形 导致了当代中国最具魅力最有权势的政治家倒台 又使得性格迥异的政治家登台 在中国的制度下 领导人的个人特征足以改变整个中国 而在当今 中国的变化足以改变世界 这一切都因为一场谋杀而成为可能 第一幕 我见证毛贼的出现 200年的夏天 我住在英格兰南部度假圣地波恩茅斯附近的小镇 我的房东叫霍尔 他在旅游景点做出租热气球的生意发了财 进而购置地产出租房子 而我是他第一批租客之一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游客飞到200米高的空中 票价非常昂贵 有一天霍尔突然对我说 你们中国人真是有钱 我说中国的客人确实越来越多 他说不只是因为这个 今天一个中国女人居然要买我的热气球 我以为是开玩笑 结果两句话让他很生气 原来他是真的要买我的热气球 后来我知道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谷开来 是中国政治家薄熙来的妻子 我的房东跟我说起过 他的热气球价格是90万英镑 相当于800万人民币 那天谷开来很轻松地对霍尔说 我想在我的城市也搞这个 还挺好看的 所谓我的城市 指的是中国大连 霍尔说谷开来带着很多首饰 能看出来比一般的人更富有 但依然不明状况 只是相信了这个女人真的有钱 想帮她做这笔生意 从中赚一笔差价 房东人品还是可以的 所以起码对我们一直都很诚信 房东跟谷开来联络几次之后 发现了这个女人脾气非常不好 而且非常多疑 几次怀疑自己吃了亏 凌晨打来电话 而且会在电话里面大吵大闹 谷开来经常用英语喊 你这是在威胁我 你这是在威胁我 房东会说 我没有威胁你 你签字了 这里的条款和流程就是这样 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霍尔再也不敢小瞧这个女人 他知道如果这个女人被惹毛了 可能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 他都想说算了吧 吃两亏结束这一单生意 没想到谷开来请来了一个 会说中文的英国人做中介 这个英国人的名字叫做海伍德 他就是这场无敌效应中要煽动翅膀的那一个英国毛贼 我有幸见到了他的身容 第二幕 这是一个贪婪的英国流氓 房东说起过 与海伍德接触过两次之后 会发现他的言行是典型的英格兰小流氓风格 话非常的多 而且言行不正经 海伍德的这后座上居然有好多英镑 扔在一个盒子里 海伍德说 这是我的Family Money 肯定是跟谷开来有关 海伍德说 他1994年就去了中国大林外国语学院当英文老师 那个年代中国是欠发达地区 房东想当然的认为 这个小流氓当年在英国混不下去了 当时 整个大林市恐怕都没有第二个英国人 在英国人眼中流里流气的小毛贼海伍德 当年在大林市是受人保护的稀有动物 他因此爱上了中国 让一个中国女人结了婚 之后作为英国代表 应邀参加了很多大林的商业活动 从此 这个小毛贼摇身一变 变成了所谓的商业顾问 很多人给他送钱来 在参加一次商业活动的时候 他认识了地位最高贵的一对夫妇 那就是大林市市长 和他的夫人谷开来 而谷开来 当时最最希望的 就是能够认识一位英国的朋友 身为市长夫人 为什么如此重视这样一位英国平凡人呢 因为谷开来一生中最最重大的计划 只能由英国人来帮助他完成 让我们从头说起 第三目 谷开来最大的心愿 这需要从谷开来的人生经历来说起 他出生在开国云信的家庭里 父亲曾经是一名陆军将军 后来在文革中 像许多中国的精英一样 他的父亲被关进了监狱 父母被关进监狱之后 谷开来甚至在街头乞讨过 这看似柔弱的小女子 曾经做过苦力 卖过猪肉 经历过这一切 谷开来内心最渴望的是 有一个完整的温暖的家庭 混革结束了 他的家人又回到了中国权力的核心 而谷开来经历的一切 让他变得更加优秀 长大后 他出落的美丽娇小 能说会到 家人利用关系帮他进入了北京大学 毕业之后 又帮他创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一切都变得这么完美 而最大的遗憾 就是婚姻问题 普通的男人 怎么能入得了谷开来的法眼 而家人又希望他 跟一个门当户对的红二代相结合 孤独的谷开来 渴望着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渴望着遇到一个自己真爱的 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 寻寻觅觅 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命天子 然而 对方已经结婚了 对方的妻子同样出生于红色的权贵家庭 无论如何 陷入爱河的谷开来要抢走这个男人 好在对方的妻子完全不是谷开来的对手 谷开来美丽优雅 能言善道 无论走到哪儿 都是最受瞩目的交对 这一位同样深爱上谷开来的男人 不顾一介反对 坚持和妻子离婚 然后与谷开来结婚了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做薄熙来 出生于更加强大的红色权力家族 红二代的前途必然错不了 更何况是谷开来亲自挑中的男人 早在1990年代 这个优秀的男人薄熙来 就已经成为了中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 并在大连担任市长 而那位流浪到中国的英国小流氓海武德 在这个中国经济正在腾飞的时刻 遇到了这样一对夫妇 这个幸运的小流氓 受到了特殊的惯照 很快他拥有了一般的外国人 无法拥有的权利 海武德可以帮助任何 想在中国做一笔生意的欧洲公司 铺平道路 以贸易顾问的身份 在经济正在腾飞的中国 大捞一笔 海武德早就习惯了 中国人对他的重心捧月 他把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 却不知道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骨开来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有求于这位罕见的英国人 身为市长夫人的骨开来 到底能有什么事情 要求助于这样一位英国小流氓呢 曾经优雅从容 魅力十足的骨开来 为什么在英国出现时 变得如此暴躁又可怕 现在无法快速结束这个故事 我又上传了这个小视频 继续揭秘这场改变了中国的世纪大案 揭秘这样一个小流氓 是如何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 很抱歉 没能用一个视频快速结束这个故事